你好 委员早您早 想请问一下 这个马总统的第一个任期 第一任的任期剩下短短几天 那么我想您也应该知道 马总统重要的政见以及他施政的重要计划 在第一任期里面是爱台十二项建设 爱台十二项建设是吧 对 这个第一任的 马总统的重要的施政的计划是爱台十二项建设 对 知道吧 对 我们知道 那请问 小委会在推动爱台十二项建设里面 做了什么 这个爱台十二项建设 你有招商引资来多少吗 招商引资啊 我有一个很正确的一个 以前啊 今年今年来啊 去年啊 整年啊 好像增加了好多好多 有没有确实的市值 去年的招商引资我们知道很多 OK 这个一百年的招商引资啊 是五千万三百万 五千万美金 那这跟你们招商引资有什么关系 是经验会还是招商引资会 这个是所谓的经验会 招商引资会主要把 侨胞跟外侨啊 全部合起来的我们就把它算进去 因为啊 现在没有办法把他回 侨胞的投资 因为现在侨胞回来投资 当然其实应该这么说啦 如果因为你们招商引资会的安排 有一些这个外侨 应该不是 应该是有些华侨或台侨 经过你们的安排 来台湾参加 譬如参展啊 参加外贸协会的展览啊 或参加怎么样 或参观这个 来台湾下单 或是来台湾投资 这个当然容易就可以知道 那如果不是经过你们安排的 你们又要说是你们的 这个政绩啊 其实坦白讲也不容易这样归属 我觉得其实施政计划就是要有一个 你们施政就是要有一个范围 一个目标 那你要有一个 有一个结果出来 那才能管考啊 如果你别人弄 你说反正都是一体的 混也混不清 这个东西那干嘛 我们部会要分立 对 部会之间不宜有本位主义 但是我们也期待有团队精神 但是彼此的这个分工合作 或者彼此的分工也是必要的 所以我只是说 看你们的这个计划 或者看你们的网站 尤其啊 你刚刚说很多东西都是应该属于 都分不清 我就告诉你哪些东西你们分不清 你是说很多招商隐私的部分 也分不清是哪个部会的功劳啦 所以大家都有功劳啦 不能就说 坦白讲这是某种程度 这是一个大锅饭 你没有办法 你没有办法把你们属于 你们桥委会做的 这个东西做出来 我告诉你 另一个你们分不清的 我要告诉你们分不清的是 你们另外一个部分 你们有架式一个网站 叫全球桥商服务网 有没有 你们当然有的资料 爱台十二项建设啊 投资 台湾全球招商计划 这些内容啊 多久以前了 两年前的资料了 对 没有更新啊 这两年前有多少事情发生 难道一直都没有更新 你连经建会主委还是刘亦如勒 你们网站上的 那你们平常 你们这个编那么多预算 去维护你们的网站 你维护假的 连政府部会首长 政府官员的姓名 我今天是没有帮你秀出来 你们自己回去看看 政府首长的姓名都没有更新 你们叫做这个 这个有掌握商情 有掌握侨情吗 然后呢 你们101年的预算 编了254万 请问你 101年 已经过了快一半 你们维护了什么网站 没有200多万啊 按理讲 已经过了十二分之五啦 你花了一百多万去啦 那网站的更新在哪里 你连我刚刚讲连首长的姓名 你都还是维持旧的 这太混了吧 要不要回去改 我们回去把这个改一改 但是我跟这个文八卦 你说 我们的网站 其实除了我们网站以外 我们的所谓的 那个新闻网 在全世界 听说 很多人 都看我们的网站 跟控我们的新闻 你如果又经营 这种经营网站的这种心态 去经营新闻网 那还得了 你们经营网站就这种心态啊 编了两百多万 编了两百多万 应该按年度预算执行进入 应该花一百多万啊 上面的资讯都没有更新 我刚刚讲 我刚刚讲 首长姓名是最显而易见的 那中间呢 你们看了那个商机交流平台啦 商机交流平台 当然有时候各部会 借着你们这个网站 能够让这个 我们的 在外的华人 或台湾人 台桥 能够看到这个讯息之外 这是好的 所以你们 勘采其他部会的招商引资的讯息 我们值得鼓励 但重点是 其中 桥委会的讯息只有两则 你们自行发布的只有两则 商机交流平台 你们自行发布只有两则 而且还是 一年多以前的 可见你们都没有更新 收藏姓名也不更新 网站内容也不更新 消息都是别人的 你们自己的只有两则 又是很久以前的 你们这网站在废战了 所以我觉得其实不能够这样子 好不好 好 我们再来 这个部分我建议 你们回去赶快处理 因为已经花了 花了人家一百多万了 花了人家一百多万民间 一个网站可以做多少事情 另一个问题 我想请问您 这个 也就是前天的事情 香港财政司长 曾俊华先生来台湾出席香港经贸文化办事书的开幕仪式 这个事情应该是 还有去成品书店参加新书发表会 结果呢 有三名香港侨生 去抗议 其实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但是我们如果说民众要来抗议 如果他们要违反集邮法 集邮法规定什么 三人以上 游行 然后这个 即便是违反集邮法 也应该有三次举牌 那其实 乔生应该是我们乔委会照顾的范围 他如果对台湾法令有所不解 我们其实针对这个外交部 或入委会 我们要去跟他讲说 你可以请警察来执行公权力 但是你却是在场有保全 对这个乔生 粗暴推起 还给他过肩摔 这样子的情形 会让人家觉得 对我们台湾的这个多元社会 会觉得怪怪的 其实你看 前两天在总统府 为了在海南格兰大道上 为了抗议 也有一些人来抗议 那警察来执法 有些推挤 有受伤 然后有违反 有违法的部分 你就移送法办 如果没有违法的部分 你就 这是可以理解的 你今天怎么轮得到保全 来做这个事情 这第一点 第二点 就如同各部会各有所思 陆委会的立场 是要维持这个会场 的秩序 但乔委会对于这个受伤的乔生 你们要不要去看人家 会不会去看人家 其实啊 而且你也可以去跟他们讲说 我们在我们台湾 我们是怎么样的民主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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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表达意见的自由 但是你们要怎么样这样 才不会预举 这也是一个机会教育啊 如果他们没有 如果他们有 有预约尺度的话 如果他们没有预约尺度的话 你们更应该讲 跟他们解释清楚 避免他们误会 对不对 好 我们来跟 陆委会来 说我们乔委会 要来看这三位 香港的 乔生 乔生你们自己都没有掌握 其实啊 你可以了解一下 如果他乔生是哪个学校的 然后去跟他们关心一下 可不可以 好不好 如果可以了 去了解一下 好 我们总希望 总希望 就是说 其实我们台湾住香港的机构 也曾经被香港人 也曾经被 包括我们自己的台湾人 抗议过 但是 每个国家 每个国家的法律 那如果预约那个法律 你就依法 依法来办 这个大家都没话讲 但是 谁有执法的权利 好 你要弄清楚 第二个 在人道关怀上 即便预约台商 即便台湾人 在外国犯了法 被外国警察 被外国司法机关 我们的驻外管束 都还可以去探视他们 这叫什么 不是说要帮他们开脱罪 至少要有人道的关怀 这点可以做到吧 我们来 来跟陆委会联络 跟要去看这三位 乔包 没有他们 好啦 因为这个是 陆委会主管的 我知道 陆委会主管 乔 乔 又没有被积压在陆委会 所以我们 我们来 来跟陆委会联系 我觉得其实 我刚刚再重申一遍 如果有违法的部分 我们也不干预司法 如果没有违法的部分 或是如果基于人道的话 请你们去 去关注 好不好 好 谢谢委员长 谢谢 谢谢